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富裕,却经历过一场漫长的苦难 三十年,他只能跪在床上睡觉 三十年,他无法像同龄人一样自由地呼吸 三十年,他一次次在死亡线上徘徊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三十年的噩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谁都知道,咱们正常人如果说您游泳一头潜下去的话 估计能坚持个三四十秒钟已经算相当厉害的了 谁都知道人离不开空气 但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却在三十年的生活当中 可以说每天都在受着空气的煎熬 别人看来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空气 对他来说似乎永远不够用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揭秘这个人的奇特人生 这里是宜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 乡间土路上匆匆地走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挑着一副箩筐 箩筐里放着一个孩子 另一个人一路小跑跟在一边 这样的场景在崔秀丽幼小的心灵里是再熟悉不过了 三十年前这个小村子里一户普通的庄户人家 一个孩子孤孤坠地了 这是一个健康漂亮的小女孩 父母非常疼爱 给她取名秀丽 眼看着一天天长大 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 在悄悄地向她逼近 凡是挑着擦着 挑着擦着也当不动着了 也当不受痒 也当不受痒了 传言是这么在 也知道怎么对的这个病 你知道不 三十三天两头的就是活活的 就是这样 到医院检查才知道 小秀丽得的是肺炎 但由于治疗不及时 发展成了哮喘 医生告诉他们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疾病 大多数是从过敏性鼻炎 湿疹或者肺炎发展而来 发病率达到5%左右 尤其是儿童 更是哮喘的高发人群 哮喘一旦发作 就会出现反复喘息 胸闷 咳嗽等症状 严重的还会导致肺气肿 心脏病 甚至因为窒息而死亡 这下子可把家里人给吓坏了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孩子怎么会得上这种病 疼得心得了不得的 这个味道就会说 没办法 管什么 外人也是说 咱们搞到尖子留着 在那儿还给它尴尬了 因为这个什么事 当时给它穿起来 就咱们晓了 那么当时是给它穿起来 经常都不断 从那时起 崔秀丽的童年就一直被病魔的阴影笼罩着 村子里只要一有感冒 小秀丽就是头一个 经常胸闷 无力 喘不上气 父亲由于过度劳累 早早就去世 每次小秀丽发病 母亲只能喊亲戚来帮忙 把孩子赶紧送到医院去 这样的情形 不知道有过多少次 数都数不清 有一天小秀丽又发病了 这一次尤其严重 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 眼看着小脸发紫 手脚冰凉 不大一会儿就已经出现了窒息 昏迷过去 小秀丽的叔叔当时就劝嫂子 不用再给孩子看病了 眼看他就要不行了 我也是看到他 也是同情他 也是看到可怜的话 怎么在乎的 还不跟那时候黑人的味 你还不会一口气扁死吧 扁死百十五个句了 打人一会儿四场的火山 也是这样两个人 也是这样相的 可母亲到底还是 没能狠下这个心 毕竟这也是他怀胎十月的 亲生骨肉啊 怎么能舍得撒手不管呢 最终母亲还是把孩子 送到了医院 经过紧急救治 小秀丽终于捡回了一条性命 那么哮喘这个病啊 对于患病的孩子来说呢 大概是在三岁以内开始得病 然后呢开始逐渐发展 不过呢 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 那就是等这些孩子啊 到了十二岁左右 青春发育开始之后啊 往往这个哮喘呢 它就会奇迹般的消失 那么专家的解释呢 一方面是这些人坚持治疗了 而另一方面呢 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 我们的这个内分泌水平呢 跟以往是大大的不同了 这样呢 体内的抗体啊 就会增多 很多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哮喘啊 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不过有些人呢 可能天生体质就比较差 就算是进了青春期之后呢 这个哮喘一样没有得到控制住 所以呢 就转为了更为可怕的成人哮喘 那像我们熟知的歌星邓丽君 还有影星柯寿梁小黑哥 他们呢 都是因为哮喘而最终 不幸离开的人士的 一天天 崔秀丽逐渐的长大 但病情却没有好转的迹象 由于长时间的被哮喘折磨 她的身体变得异常虚弱 平时即使没发病 也总觉得胸口发闷 喘不上气 眼巴巴的看着同龄人无拘无束的玩耍 崔秀丽非常地羡慕 却不敢和他们一起玩 别说是出去和他们一起奔跑玩耍 就是扫地这样的清活也都干不了 胸口上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就是多走几步路 也要传上好半天 人家都是个人 我怎么就有这个病呢 不能托着人家 别变成个人 人家都好 我怎么就有病 小秀丽最难受的事情就是睡觉 只要一平躺下来 下肢的血液向心脏流动 心脏负担就会加大 而她由于哮喘 呼吸不畅 体内缺氧 心脏动力严重不足 没多大一会儿 就感到胸口发闷 喘不上气来 赶紧坐起来 才稍微好一点 到了后来 只能是跪在床上 才能勉强睡上两三个小时 这三十年来 崔秀丽竟然都是跪着睡的 特难受 那个情况 就是说 干脆跳大海了 算了吧 别火了 有时候 喝点员就算了吧 好了时候吧 又不这样想了 哎呀 我又想干这 我有想干哪 就这样想了 就是犯病的时候 就这样 有一年夏天 崔秀丽在睡午觉 天气比较热 屋里蚊子很多 母亲怕蚊子咬着女儿 就拿了一桶杀虫剂 进去喷了一阵 眼看墙壁角落都喷到了 蚊子没有了 这才离开 但是妈妈走后 还不到十分钟时间 崔秀丽就觉得胸口闷得厉害 一阵阵的喘气 眼前发黑 觉得自己就要不行了 赶紧喊妈妈 让村里卫生员来急救 那赶紧也得打个枪就这吧 就是喝嘛当喝嘛一 也要打一枝枪就吧 就打了一阵 打了一阵 这些都 这些令觉都听到 都干到了嘛 因为农村住了近嘛 都走到了 走到一看又进了 进就不行了 我心里想到也是不行了 我就想到 赶紧把瓦子先给我串上吧 被死了以后 死却牙子 眼看着崔秀丽发作得越来越厉害 不一会儿就昏死过去 家里人赶紧把她抱上三轮车 送到香卫生院 经过一番急救 崔秀丽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事后才知道 原来是沙虫记诱发了哮喘的一次发作 母亲的一番好心几乎断送了女儿脆弱的生命 哎呦我怎么又喝了呀 现在这样想到 那是93年 到了03年的时候 没睡的时候 我就给我墨金说 哎呦母娘 我那酒喝了四年呀 眼看着崔秀丽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笑喘发作的次数也少了 惊人介绍 她嫁给了一个邻村的庄稼汉子 没想到 婚后病情又开始加重 庄稼活 家务事都干不了 而且一旦笑喘发作 连路都走不了 只能靠丈夫背着四处求疑 当时她没有发作 看上去还跟正常人一样 到后来结婚了 逐渐一看这个病 确实是很严重 一旦要发作的时候 哎呀那对 简直就是 真受不了 就传不过来的时候啊 就跪在那个庄上 年啊都吐红吐红了 憋的 他们嘛有的怀疑说是 嗯不能结婚 结婚以后不能生育 从小就这么 吃药打人 恐怕结婚以后不能生育 就是他们就是这样 一律一律嘛 怀疑嘛 崔秀丽最大的心愿 就是想有个孩子 即使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能给关心体贴自己的丈夫 留下一条血脉 丈夫刚开始不同意 唯恐万一哮喘发作 有个三长两短 后悔都来不及了 但是在崔秀丽的一再坚持下 最终还是怀上了 到了临盆的这一天 一家人都战战兢兢 结果却出人意料的顺利 顺产一切正常 母子平安 这就是女人 这哎呀 我就想她哭了 哭了大夫是因为我 哎呀生了男孩 你还哭什么 哎呀我哭的不是男孩 女孩的事 我说我哭的是我的命 哎呀一生就这么贪忍 我说是 可能有人听到这啊 觉得挺纳闷的 你说这个崔秀丽的哮喘 这么严重 闻点杀虫剂的味道 马上就有反应 差点要了命 生孩子这么大的事 在她这儿 顺顺利利的就结束了 这怎么可能呢 其实啊 她得的是过敏性的哮喘 也就是说呢 她只要接触到了过敏源 马上就会有反应 这个时候呢 她的气道就会出现痙攣 于是呢就出现了窒息 我们也都知道 不少朋友会过敏 有些人呢 不能吃海鲜 有些人不能吃鸡蛋 有些人不能闻花粉 还有些人呢 干脆啊 就连穀物啊 像一些花生这种坚果呀 都不能够接触 否则的话 就可能要她的命 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 这种过敏 而过敏啊 它要是伴随着哮喘 同时出现的话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但是我们说啊 人这一辈子 你如果对很多种东西 过敏的话 是很痛苦的 因为你不可能说 把自己搁在一个 大玻璃罩子里面 永远不接触这些东西吧 面对今后的人生 翠秀丽又该怎么办呢 眼看孩子一天天的长大 但翠秀丽的身体 却一年不如一年 她心里有一个 不祥的预感 自己已经强撑着 熬过三十年了 眼看过上好日子了 丈夫对自己特别体贴 儿子又这么健康 这么懂事 难道这个时候 就要撇下自己的亲人 撒手而去吗 自己就心里 哎呦 这别让我死 等孩子上完学 孩子起码放学 回家看看 有妈妈呀 就这样想 有时孩子放学的时候 回家就说 妈妈 你也不去接我去 人家的妈妈 都在学校没口接 你也不接我去 我就有时心里就想 哎呦 谁说你托人 托人家的妈呀 我就说 为了孩子 也要坚强的活下去 崔秀丽又开始四处奔波 求医问药 2008年 惊人推荐 崔秀丽来到青岛现代医院 过敏哮喘病研究中心 经过检查发现 崔秀丽的身体状况极差 长期哮喘 已经并发了肺气肿 而且由于长期跪着睡觉 睡眠质量很差 伴有神经性失眠 再这样下去 他的身体就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个病人呢 当时呢 我是他来的时候 我看见他情况 也是非常重的 被他的家人扶着来 那脸肯定就是缺氧的状态 嘴 面部 全是青子 然后基本上就是 说不出来一句 就是完整的话 就坐在那 你问他病死的时候 他基本上坐在那就喘 通过对崔秀丽的病史分析 医生确定 他是患上了过敏性哮喘 接下来就是要进行筛查 隔离这些过敏源 筛查中医生惊讶地发现 崔秀丽的哮喘过敏源非常多 而且最离奇的是 他竟然连肉都不能吃 肉是一点都不能吃 吃完以后 最多五分钟 就感觉到表情 特别是那个醉油 大肥肉 一点都不敢吃 肉类啊 海鲜类啊 反正过敏源检测中 很多东西都没法吃 他吃的就非常清淡 这样的营养就也不行 看得起人 像个发音没成熟的小孩一样 营养很差 就是可能还不到一百斤来的时候 俗话说 外不治选 内不治喘 哮喘是一种很难治愈的内科疾病 目前治疗哮喘 国内还是普遍以内科保守治疗为主 通过长期的脱敏治疗 同时隔离过敏源 哮喘剧烈发作时 就使用物化喷剂 吸入激素类的药物 来扩张器官 缓解症状 但对于崔秀丽来说 换哮喘已经有三十多年 自身的耐药性越来越强 保守治疗对他已经是杯水车薪 无济于事 他自己都已经知道 他用了什么药要好一些 然后当时可以 过后还是不行 一个月有几次发作 每次都基本上要打掉瓶的 所以他药物治疗的效果 肯定是不是很理想的 我们先把他的这种急性器控制一下以后 我们就会建议他 是不是考虑做手术治疗 这个病人能手术吗 我有心里就这样 没听说过这个病人能做手术的吗 不相信 迷走神经 是脑神经里最长的一对神经 直通向肺部 它主要是控制呼吸和消化功能 当化学物质 也就是过敏源 刺激呼吸道或者食道 迷走神经末梢的化学感受器 开始剧烈运作 脂气管发生静磷变得狭窄 患者感到胸闷憋气 就导致了一次哮喘的发作 如果把一部分迷走神经的传感器剥离 脂气管就不会发生静磷 哮喘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这就是手术治疗哮喘的病理学基础 这个手术的特点 就是说它这个效果 基本上可以做到立竿见影 就是说阻断了以后 病人立刻就可以感觉到有这种病人通俗的讲 就是把脖子上的系着一个绳扣给解开了 就是说一瞬间就会 关键部位做完了以后 他就会感觉到喘气突然一下就会通畅 前面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其中的原理了 但是这个过程是怎么被发现的 这一切都应该是归功于江阳大夫 那么江阳大夫 他的母亲就是一个成人哮喘病的患者 从小他就看着他母亲哮喘发作时候有多么的难受了 给孩子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从事医学工作之后 也没能解决老母亲的这个问题 不过他从事的是普外科的工作 有一次给病人做肺的移植手术的时候 要进行迷走神经墨烧传感器的玻璃 结果没有想到做完了手术之后 病人的哮喘居然没了 这个就让江阳觉得似乎找到了一线希望 去救助自己的母亲 于是就开始了动物实验 最终还在母亲身上成功的做了这个手术 所以说这个过程可以说是一次无心插柳的一个结果 但不管怎么说 这样确实为很多哮喘病人解决了痛苦 那么这个手术是否能够解救崔秀丽呢 青岛现代医院集中各科室技术骨干 为崔秀丽制定详细的手术方案 尽最大的努力保证安全 但手术毕竟是有风险的 尤其对于崔秀丽来说 身体已经极度衰弱 万一术中稍有偏差 就有可能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甚至下不了手术台 这个手术主要是在颈动脉壳内进行操作 主要都是大血管和神经 操作起来必须要严格认真和仔细 避免大血管的损伤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出血 这往往是致命性的 做手术有可能会带来生命危险 可要是不做手术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边缘 三十年 一个人的大半生就这样过去了 难道要让哮喘的阴影笼罩自己的一生吗 崔秀丽最终做出了决定 他说天天这么受罪 还不如去试一下 他就说就是试了 就是真的下不了手术台 他也愿意把这个身体捐献给医院 就医院去研究这个小产病 就是我就是治不好 这下一些 这下边这一下一代这一人 别让他们再得这种病了 就是得了这种病 能给他们治好 这个手术原来是需要开胸的 江阳通过改良 改成了颈部的微疮手术 在颈部的左右两侧 各开一个五厘米的刀口 通过精密定位 找到迷走神经的相关传感器 用手术刀进行剥离 尽管这是一个微疮的手术 但对于医生的解剖学认识 临床经验 定位判断来说 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且 催修力患哮喘已经三十年了 很有可能伴有血管和神经移位 或者肺气肿心衰等症状 一旦发生这些解剖变异的话 就无法进行手术 只能功亏一篑 这个手术要是真的不成功 那对我来说 对孩子来说 这不都是一个很坏的大弹 术后催修力恢复得非常好 睡眠有了明显的改善 再也不用跪着睡觉了 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而且醒了以后就喊着饿 开始猛吃排骨 连丈夫都吓了一跳 这要是在以前 这些猪肉 他别说是吃 根本连闻都不敢闻呢 这个肥肉 这个猪肉 我就是带 但是昨年没事 我捞过来 那吃吧 比较吃 吃以后胖了 十斤吧 现在催修力的状况非常好 这么长时间了 校船一次没有发作过 出去都开始打工了 崔佑丽自己都说了 我砸了这三十年的劲 我这回一定要好好的干 都给他使出来 但是在这儿 我们要给一些哮喘病的朋友提个醒 这个手术 它是有一个适应范围的 那么对于18岁以下 50岁以上的人都不太适合 再有一点 那就是 他只是通过手术的方法减缓症状 而不是给您去根 所以在这儿 还是提醒来必须要配合长期的这种脱敏治疗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期再见 他们是一群高大威猛的动物 却有着看到了威尊的身世 尝尽的动物 他们是一群有爱心的年轻人 在尝试着一下不被理解的工作 试图改变这些动物的命运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黑熊回家